说故事的 听故事的 无论是谁 都是角色 欢乐的 悲伤的 不管什么 都值得分享 今后往家族story 献给喜欢故事的你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收听新奇的交流story 我是思善 我是老白 大家好 我是方克里夫大卫 又请来了大卫老师 所以我们的暗黑的故事要继续讲下来 然后我们这期开场音乐 是暗黑破坏神3的永恒的冲突 因为上期我们讲永恒之战的时候 讲了一半 先介绍了邪恶阵营 先介绍这边阵营 只有一边的话 人们晚上打不起来了 我们今天书接上文 直接进入正题 我们就讲讲天堂至高天 天堂上的天使阵营 然后一般天使是有一个议会 就像怎么说 魔头是七魔头一样 这边天使是一个可能更 怎么说呢 优雅的一个 更友好的一个组织 可能就是阿努的比较好的 比较善良善的 所以更秩序 更稳定 然后就是 依手续善良姿态 彼此交换意见 没错 然后先说说天使的形象 在凯恩之书里说的暗黑 暗黑这个世界中的天使 就是至纯无垢 然后是光与阴的圣洁的精华 我们上期大卫老师也说了 它跟阴符相关有一种韵律感 对 他的天使 就是会披挂那种铠甲 但是既是护具 也是事物 所以每个 反正天使绝对不是说 模仿人类穿戴铠甲 这种简单的思路 去披挂这些东西 而是想呈现一种美 我们可以从每个 就是一些特殊的天使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盔甲 包括他的卫衣 都是不太一样的 这个造型 没错 这个天使最有标志的特征 除了没有脸之外 都冒之下是黑色之外 还有一个 就是他们每一位天使 都有这个光明之意 这个翅膀的形象 就是说 它不是翅膀 而是说 四散而出的那种光线 在舞动 天使 怡荣华美 非常的优雅 但是超凡脱俗 各个都是非洲酋长 脸的比较黑 脸是完全的 应该是虚空 也不知道背后究竟是什么 就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天使是 非常奇怪 是和 在现实 和恶魔一样 都很关心人类 这为什么 我们本期会讲 对 但是我们要说的 就是天使 不仅仅和恶魔敌对 本身 他们也是 富有执行力的 富有正义感的 这样一群人 要聊起天使 我们要聊到 我们刚才提到的 领导天使的 这样一个领导层 我们之前提到过 天使一会 然后我们就一个一个的 向大家讲讲 这每一位大天使 是怎么回事 首先我们要说的 如来 对 我们还是以 简体中文翻译为主 首先第一位叫 英普瑞斯 被称为 勇气大天使 勇气天使 如果天使一会 做一个圆桌一会 不管是不是圆桌 反正是一个 商量事 如果有这么一个牵头的人 一个画室人 来统领各位的话 这个人一定是英普瑞斯 高阶天堂扎肥腿人 没错 他是天堂大军的统帅 战术领袖 然后他这个人 是战术谋略的全才 他从统领大军 到身先士卒 直奔 烈焰地狱的中心 他都可以 他非常敢为 一向敢为军团之先 在战斗中 非常强大的战士 没错 因为实际上 天堂和地狱之间的对抗 是来回拉锯的 所以天堂一方 天使一方 实际上会遇到过一些 危急时刻 哪怕是在最危急的时候 英普瑞斯作为勇气天使 丝毫不动摇 就据说当时 曾经一度 局势颓废到 地狱的军团 直接要围攻高阶天堂 在这种情况下 是英普瑞斯 直接号令所有天使 说我们还要打出去 让他们重振旗鼓 对 然后重振旗鼓之后 他一个人率门 就是率先杀出 天堂的金刚大门 至高的外门 对 然后雷平万军之势 直接扑向群魔之中 杀了片甲不留 然后以此 自己塔都没了 还推中路 没法 一推 就非常猫 天生的战士 对 天生的战神 马上就激起了周围 其他天使这种作战 有这种信念的勇气 他毕竟是勇气的化身 没错 他其实是一种 精神上的一种 鼓舞的力量 包括像催化剂一样 是的 熟悉战锤的话 大家可能还记得 就是说在星期战士中 有无畏机甲 每次击杀的时候 会鼓舞身边的战士 应勇作战 英勇瑞斯就原来自带一个 勇气光环 没错 英勇瑞斯要提到 他这个相勇山战 一定要说一下 他的神兵 英勇瑞斯 他有一个被称为英勇长矛 索拉利恩 是一只非常锋利的长矛 传说大天使是在一个 就濒死的恒星的核心之中 铸就了这只神兵 就算神兵 然后他就算是英勇瑞斯的 精神的外延 也是传奇武器 勇气的巨线成色的 据说是只需一击 就能直接击挂恶魔的 这些堡垒 传说记载 在有一次英勇瑞斯 攻打烈焰地狱的时候 用索拉利恩 斩杀无数的恶魔 血流成河 直接淹没了七大魔头领地 反正传说有几分信的 也就听一听 因为还是说回战属节目 我们会提到 传说唱颂的 诗篇的一种性质 就是说说哪边 就是把哪边说得起 有一种 所以才好听 夸张的一种效果 要夸张大家 就领会这个精神就可以 就不能这么简单的 衡量他的战斗力 没错 而且英勇瑞斯 是不带这只毛的 这个毛是可以直接召唤 然后就从天边 就化作一刀光芒 刷就过来 召唤到 在英勇瑞斯手中成形 非常苦炫 在过场动画里也有 非常漂亮 非常帅 一直穿一眼 还真是 而且英勇瑞斯本人 这种金黄色的造型 气宇宣扬 配上一个比他还要高的长刀 什么有范儿 然后另外学校说明了 在战斗的间谐 英勇瑞斯还会作为一个军事统领 他会制定战队计划 然后会在自己的领地 他的领地就用勇气大厅 训练这些天使的战士 然后勇气大厅什么样 很多学者认为领地是 一连串这种光辉闪耀的 宏伟的殿堂 其中还想着他的颂歌 赞颂着英勇瑞斯当年的英勇战绩 然后还陈列着他的这种歌 是战利品 所以说你看 所谓史家的春秋笔法 对吧 推 你看就是说英勇瑞斯和巴尔 这就是两个好战狂 你知道吗 你看我们说过很多时候也觉得巴尔特牛逼 说谁谁牛逼 大家就是千万别 别带着你的理性精神来看待历史神话 而且但是要说这样一点 就是英勇瑞斯如此有才能 而且功勋卓著 所以他本身就是有着无上的尊荣 整个议会当中也敬他是一位 英勇的领袖和战士 但是他就有个问题 就是他有点骄傲和自大 就是必然的 对 必然的会出现 这么说就是力量越大 责任也大 同时心眼也越小 就变窄了 对 所以说这个事实上 他跟泰瑞尔 我们一会儿马上就会讲到 泰瑞尔是正义天使 他俩就是不太对付 对 泰瑞尔就是很冷静克制 这样就有点说不明白 而且还要说到 我们上期会提过一句 说永恒之战实际上打了一阵之后停了 停了这件事 让英勇瑞尔非常的不高兴 其实他跟巴尔真的一体两面 也觉得自己无法施展自己的武艺 对 就觉得很不开心 就是彰显自己勇武的机会也没有 所以据说在永恒之战停止了之后 虽然永恒之战还会天堂与地狱之间冲突 还会有很多事 但是没有一个目的了 就是世界之石 争夺世界之石 所以打了没有那么有劲头了 其实都在都在都把事件聚焦到这个庇护之地 一开始找找这个石头在哪 这个事 所以大家就没有以前那种大规模的对抗了 所以永恒瑞尔就逐渐变成了一个那种 握手成规 然后冥顽不画的那种人 一言堂听不见听不见别的天使 喜欢这种和平就短暂和平的状态 像巴顿将军是吧 对对 就是在噩梦中醒来 因为他梦见了和平降临了 就是他他这种就变成了一个守旧派和老顽固 其实后来就成为了就是天使仪会中纷争的一个种子 对 就是老夫生来就要搞事 说实话 如果不和谐 安黑三的玩 玩过安黑三的玩家了 且不说安黑三的剧情演出的水平如何吧 反正都会发生什么 天天就骂你 都是天堂陷入火海 都是你的错 我说带鱼眼 跟他说我有什么关系 关我什么事 就是高阶天堂的路亏 天堂出来就骂人了 就烦是吧 烦你 但是就是 变成了一个没头脑了 变成 对 但是从这也可以看出来 就是一个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说天使本身 他应该是一个至善的化身 但是我们从英博瑞斯身上看到 就是天使身上不总是美德 对 或者是那种极致的美德 所变成了负面的 对 其实这个话题 卡严在后面也会记载 就是说 天使并不是说像我们这样 就是说他是特别的至纯 至纯 对 他还是有缺陷的 没错 他是一个每一个是有独立的个体 是有差异的 然后上次说到 刚刚说到跟英博瑞斯吵架的泰瑞尔 我们就正好 这个老兄 这个是跟人类 大熟人 很熟悉 书面猛 正义 他是正义 正义大天使泰瑞尔 然后可以说是人类最能理解的一位天使 因为他正面的跟人类接触 接触 然后据说早在人类出现之前 泰瑞尔曾经是最严苛 也是最固执的一位天使 因为他是正义 因为他没有任何的妥协 没错 他就是恪守这种律法 规条 秩序 这种信奉 然后他只有一个职责 就是他正义赋予他的职责 就是保证高阶天堂 要赢得永恒之战 所以事实上他也是一位狂热的战士 这么说 他跟英博瑞斯一样 就是功勋卓著 而且和英博瑞斯这种 刨放的战斗风格不同的是 他在战斗中 以这种镇定和克制 以及一丝不苟而出名 一不一个脚印 一连的斩杀群魔 像英博瑞斯可能就比较喜欢冲锋 反正大家能看到这两个人 这个天使 不太一样 在性格上的不同 泰瑞尔的剑 就叫正义之剑 圣语之灰 因译以前叫爱德鲁因 他就相当于在战场上 就相当于执行自己正义的裁决 正义降临 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正义的大天使认定 就是几方阵营里有不争议 他是不是也裁约你 对应该会 这就留下了一个话头 然后据说这把剑 他可以斩杀一切 对 除了正义之人 他不能杀以外 对 什么都能切断 两仪式 什么都杀给你看 对 除了这个 然后后来 他是这样说的 说泰瑞尔确实是 不释出的拥有战士 但是他随时就是永远的公平公正 他就是正义的化身 所以他的领地是一个被称为正义之庭 就是他类似一个审判庭审判所一样的一个地方 就是天使在这里会陈述自己的不平 然后泰瑞尔用自己正义的才觉 让他们修复这种失衡的状态 因为这么说 很多追随泰瑞尔的天使 就是那种看待平衡与正义高于一切的人 就和泰瑞尔一样 觉得他就是我的楷模榜样 然后就会团结在泰瑞尔身边 简单说 就一大群木头脑袋住在一块 非常讽刺的是这样 在凯恩之书写作的时间 凯恩之书写作的时间 近似于暗黑泰瑞尔二结束 对 差不多这个时候 凯恩开始游历四方 对 然后凯恩会提到这样 你就是非常讽刺的是 他被天使议会斥为叛徒 对 最后 这个天使居然变成了人类之友 是的 就是他当世界之石不丢失了吗 找到的时候 马上我想一想 大家别急 就是发现这上面有人类的时候 他有人说 我得帮他 然后这件事情让天使内部产生了争斗 对 然后纷争 就是你为什么要 就是一会儿大家会明白 这天使肯定是很不乐意帮他们的 就是有这个历史 对 历史流流问题 对 但是泰瑞尔在 就是不顾他的天使同僚的反对 依然向人类事与元首 这是在践行他心目中 对这个正义的理解 对正义的理解 甚至可以说我们很大一部分我们能体验到玩到的剧情都是由他来推动 推动 对 但是凯恩这句话 在书里留下这句话也是其实我想带给大家的就是说 必须指出的是我 就是说凯恩对泰瑞尔评价反映只是他的个人观点 希望读者能自己去判断他 或者说对于正义这件事情来说 每个人应该有自己的判断 对 去直视正义 然后清守自己心目中的正义到底是什么 对 对 也很重要 好 那就泰瑞尔就先按下步表 然后我们说下一位 也称奥利尔希望的大天使 她是一位女性 女性天使 对就是战队里面红一点 又有一个红色 又来了 红色队员是吧 总之是得有这样 不是 可能不是 红色应该是英普瑞斯是吧 队长是红色 对对 英普瑞斯是红的 然后我们说说奥利尔 他是高阶天堂有一个天赖和尚团 有一个偶像组织 对 领队爱多鲁 是吧 领队爱多鲁 爱多鲁就是奥利尔 天使议会48 因为他是和尚团的核心 他也是天堂中最受欢迎 最受爱戴的一位天使 据说他是天使议会中 最开朗的一位成员 就是一个大家的小姐姐 他就是相信万物本善 所有人都是有善心的 但是实际上 奥利尔作为希望天使 他不是和平主义者 因为他作为天使 他意识到宇宙的本性 就是战争 就是对抗 破碎和纷争 所以在永恒之战中 他也从来 他也不当一个那种 不是圣母 对不是那种圣母表 圣母 他本身其实是很圣母 因为他是愿意相信 一切的善的 但是他不会到那种 希望打天使 表的程度 就是立场非常坚定 是的 就是他实际上 很多传奇故事中 他也有歌颂他的武训 就是他也是非常善战的 一位天使 而且他是个心理医生 对 没错 擅长跟别人聊天 就是他 奥利尔和其他天使战士的 非凡之处不同 就在于 他的不同 就在于 即使在着流之中 他打的一坨乱麻 情况下 他也能看到和谐 他至少相信 就是说所谓胜败 不是非黑即白的 就是在他眼中 神得入气 对 就是说他认为 每一场纷争的背后 都有治愈的希望 就是说在黑暗中的人们 一定能迎来光明 一直是这样想的 所以就是 有这样一件事情 就是英普瑞斯和泰瑞 天天吵 经常会吵的 就是已经 就马上 拔面 马上就拔 拔见相向 出门解决 对 出去打架 厕所见 对 英普瑞斯 你不说啥 就是咱动手 放行后别走 对 然后只有奥利尔 可能把他们都摁住 作为一个大姐姐 哄住这两个小块孩 有一种 就是小学班长的感觉 对 但是他从来都不会 斥骂 斥责他的这些同僚 也不会用暴力手段 而每次他都会给大家指一条 能解决的路 指一条明路 说两家的消消气 好吧 所以他有一种耐心和慈悲心 然后就稳住这俩人 稳住正义与勇气之间的冲突 反正这俩人真的是活跃筒 他有个神 他自己也有一把神器 被称为希望之锁 是一个绸带 也是很长的一个 很优雅的绸带 他有的时候就会 大家争起来的时候 他就把这个带子搭到 希望之锁叫艾尔梅西 搭到人间上 争论的两方 然后他就在中间 来梳理 对 先让他们先come down 先冷静一下 然后梳理一下 说其实你们俩争的事 没有不要争 只是你们俩都绕上去 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大家没有什么好争的 对 和谐和谐 不要生气 别生气 然后据说这个绳索 或者其实看起来 更像是这个绸带 是他这个奥利尔品质 这种乐天的快乐 和这种慈悲品质的一种具象 上面就闪耀着那种符纹 被他碰到了天使 就会被治愈 然后获得这种无尽的活力 同时在战斗中 敞亮了 对 马上就敞亮了 对 然后奥利尔在战斗中 直接用希望之锁 直接抽打敌人 对 啪啪 然后用正义的怒焰 去灼烧他们 我觉得应该派都队人来对付他 是 这两个人 太舒服了 别吧 还要 我还要 官人我要 怎么这样 官人我还要 别别别 这节目 全面了 其实他的战斗力 其实也是非常强劲的 如果对战斗力没有什么直接的了解的话 大家可以试试风暴英雄 可以说是风暴英雄的奶妈中打起来最凶的一位 非常强力 非常好使 然后 跑题了 说回来 说奥利尔在闲暇时间 大部分都待在他自己的希望花园中 我们的游戏里可以自己来到这个地方 你想泰瑞尔是一个礼拜堂 然后那边是一个英虎瑞斯 算是一个军营式的大殿 但他这是一个花园 高阶天堂住一个非常静谧的地方 也符合他女性身份的设定 然后在这里也会聚拥天使 天使会过来这个静思 寻求一种安宁 时间上就是来摸鱼了 你知道吗 不乐意打就过来摸鱼 在这儿怀怀 已经在座了 对 摸了 据说这儿的这些美妙的树木是没有叶子的 但是他们有一个 就是会有光和音的滑盖 然后会翩翩起舞 然后在这个花园之中有这个圣歌 时刻在回响 每次听到歌声这些天使 都会觉得精神上得到的这种大和谐 大聊两院 对 大家就是不分敌死 神圣的卡拉 别听着我 突然就 好像串戏了 不好意思 是这样一个 这么说吧 就是说的通俗一点 有点类似天使中的开心果一样 对 说好一点 就是一位 用慈悲之心 关怀所有天使的一位 他的终极目的是维持一个和谐 因为在天堂最重要的就是和谐 对 这个让大家安心了一位大姐头 说完智慧天使之后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伊瑟瑞尔 伊瑟瑞尔是这个命运大天使 我说命运天使 天使们就是大天使们本身就是信这个宿命了 信命运 对 然后他认为这个一切都是注定的 所以可以被这个预知 而伊瑟瑞尔作为命运的大天使 就是这个预知能力最强的一位天使 然后因为这个天使 其实伊瑟瑞尔能读这个跟命运有关的那些真言 但其他天使根本就不敢想这个事情 虽然相信命运 但是他们也不敢看透命运 但实际上这个伊瑟瑞尔会做预言 但是不会做那种就是说特别烟暗凶险的 总是就是很多预言家挺丧的 你知道 预言家 有预言能的人挺招是烦的 你今儿有玩 对 一天到晚就那点事 但是伊瑟瑞尔不是 就是伊瑟瑞尔对万物的态度都是不偏不倚的 因为可能是因为他看清了命运 其实也挺惨的 对 就是看透了 知道 就是没笨头 对 是没笨头 就是伊瑟瑞尔确实 确实作为这个天使议会中重要成员 他的忠诚是不容置疑的 这是肯定的 但是他本身就是难以捉摸 而且这个非常冷漠如冰 和之前我们说的这个智慧天使的那种 热情 友爱热情是完全不同的 就 但是你仔细想想这个也说得通 对 这人的看 天使看透了一切 对 如果你知道之后 3700年你每天都吃什么 你也不会 就是说心情很好的 反正就是 肯定会很不开心 没错 文献是这样记载 说音普瑞斯 经常想从伊瑟瑞尔得知永恒之战的结局 对 然后呢 而这个伊瑟瑞尔在参战的时候 真的是这个 竭尽全力 但是呢 他事实上从来没有跟音普瑞斯说明白 这个永恒之战打到头到底是什么样子 对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 伊瑟瑞尔和奥利尔非常亲近 就命运大天使和智慧天使是很亲近的 是 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奥利尔的这种 活泼和友爱 感化的 另外一方面可能是因为 想要看透命运是 就是大智慧 可能本身就是大智慧 我觉得是就是宿命论者的悲观 需要一个相对乐观的东西来综合 没错 然后这个时候就要援引这个学者凯恩的说法 他说这个据记载啊 命运大天使能够预知敌人的动向 就群魔乱舞之时 每一个人的行动 他都事先知道的清清楚楚 对 而且据说最离奇的是呢 这个伊瑟瑞尔能延缓时间的流动 这个说法究竟是象征性的 还是说他就能呢 这个凯恩一生研究 他也说过凡人来说 这个确实很难理解 然后呢 说到这个每位大天使 就要说他的法器 伊瑟瑞尔的这个 他的这个重要的神器呢 是命运卷轴 叫做塔罗萨尔 就每次遇到大事的时候 伊瑟瑞尔都会把这个卷轴一打开 据说他就是一卷魔法卷轴 但是一拉开之后 这个羊皮纸上的这个密密码的信息 伊瑟尔一看了 他发现他在上面都在变 根据伊瑟尔的寻求 你要问什么问题 他就给你相对的一个回答 有没有想到就是很类似一个东西 就是上古卷轴 别吧 还真是 对不对 也是一个卷轴展开高 老头滚动条 对 然后呢 是这个卷轴的神奇功效是怎么来的呢 是伊瑟瑞尔所待的地方 是这个命运图书馆 是一个文档库 他就是一个很不言语 少言寡语的一个严厉的图书馆里员 图书馆里员惹不得 是的 然后这个不是这个稿 干什么玩儿 就是那个卷轴的功效来自于这个图书馆中的这种特殊的水晶 然后这个传说说这些水晶是这个穹顶的碎片 而认为这些水晶穹顶 这个天堂水晶穹顶本身就是阿努 我说过的 阿努的基柱 所以这个水晶可能是有神力 因为这个很多人说这个阿努焚身碎骨的时候 宇宙不是诞生了吗 那么很可能了 这个这些水晶碎片就能展示出未来的景象 他们是这样相信的 对 还有一点 我就是额外说一点 就是这个庇护之地 之前不是说这个天使又恶魔叛逃这个事 然后伊瑟瑞发现在卷轴上看不到这个地方的信息 对 因为它不是自然之物 人类是非自然物 不在这个命运 在这个暗黑的世界观里 人类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东西 或者说是按照他这个世界观来解释的话 就是万物的注定是由一个阿努和暗龙对抗 人诞生的 但是人不是 对 人是在庇护之地也不是 对 说到接下来说这个智慧天使 对 正好纠正一下 刚才我应该是口误了 把这个奥点说成是那个智慧天使了 奥点是希望天使 纠正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接下来说真正的智慧大天使 真正的智慧大天使叫做马萨伊尔 台译应该叫马瑟尔 然后他是掌管智慧的天使 然后他是天使议会中最神秘的一位成员 因为他非常睿智 聪明而且高贵 因为他的智慧所以非常高贵 那他是个宅 据说他一度是泛爱世界上的所有生命 他后来他就不知道怎么就陷入抑郁了 就逃避一切 然后而且也就是非常可怕 就怎么说 作为智慧大天使 马萨伊尔与万物真理算是同为一体 他就是智慧本身 然后他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 他说万物皆有两面 动与镜 空与满 光与暗 任何一面残缺不全 初双入对才称得上完整 唯有参悟万物归一之理 方能习得真知 佛系天使 一个大彻大悟之人 但是他这个人非常有趣 他有的时候显得很笨 就沉默迟钝 大致若愈 但有的时候又非常聪明 然后有这种强大的洞察力 然后他也很少说话 所以他也被称为这个简墨天使 沉默天使 但他一旦说话 所有天使一定会好好听一下 因为这只要轻易不开口 对 一张嘴一定是大智慧 而且据说他的声音低沉 充满了天堂的和谐之力 每每听闻 沉醉于真言的悦耳旋律 然后被这种 其中的大智慧所感染 一张嘴四个字 今晚加菜 别别别 土地稳无数什么的 口土连花 是这样的 后来发现 随着时间流逝 永恒之战的延续 包括后来的永恒之战的终结 这个马萨伊尔变得越来越抑郁 然后声音就变得冷酷 每次一听说话 虽然也有大智慧 但是总是会让人有一种不祥预感 和这种猜疑的情绪 毛骨悚然的这种 或者说是 与境与气变了 是的 就是马萨伊尔是一个 天使两面性的一个典型 而且他自己其实也挺打的 对 就是要说一下 这个天使虽然生性很沉稳 而且不一怒 但这个天使超级能打 是一位举世无双的战士 实际上就是 他拥有智慧 同时他拥有天人合一的绝学 他的打斗方式是那种巧劲 四两拨千斤 太极大师 对 一击必命 然后据说他的洞察力 来自于他的神器 就是被称为智慧圣碑卡拉达尔 他据说这个杯子里 是永不暗淡那种鲜活的圣光 在其中流动 据说这个宁视圣碑的深处 马萨伊尔能看到 唯一万物的皈依之网 能看到真理的这个尽头 然后据说这个马萨伊尔 就在他在的地方 他在的地方叫智慧之石 据说数年如一日 就盯着这个杯子 对 就是不动 不动 对 然后这个水池 本身智慧之石 就是由思绪凝结而成的水池 然后它是深不见底的 你每次往这个水池去看的时候 你看到的不会是自己 而是宇宙万物 众生的情感与思索 就马萨伊尔就在那看着这个池子 看着这个杯子 看着这些他就懒动 再看 从来不动 对 所以就不知道 就是人们 其实是不知永远都不知道 这个马萨伊尔为何变得一阴语 那是事实上 后来游戏讲了 也说明了马萨伊尔 为什么渐渐的变了 但是在这个时间点 人类还在这个传说中 还不明白 为什么智慧 智慧的天使陷入了忧郁 可能是有 天使也不知道 他这个天使怎么回事 这个大天使在干嘛 突然有一天 他不见了 然后就出了后来的事 对 就他突然从自己的领地消失了 带走了一大批自己的追随者 当他再次出现的时候 他就换了一个 就出事了 就换了一个事情 我们之后 我们先按下目标 一会儿再说 这样我们就说完了 所有的天使 所有的大天使 然后我们再简单 简单的再讲 让天使非常产生剧烈变化的事件之前 我们再说说天堂什么样子 天堂其实是一个 这样说过 宏伟壮丽的一片银色 被称为银色之城 一个远远望去 可以看到尖塔林立 然后层层叠叠 临次至比 就非常闪耀在云间 没错 可以说跟地狱那种混乱 完全不同 高阶天堂银色之城 一片秩序井然 对 而且最有意思的是 地狱 它是一个枪户倾压的地方 就是说 每个魔头的领地 就今天我抢你一块 明天我 在你那儿 乱做一块 就有个此消彼长的 这样 就是边境一直在变化 但是天堂 它是各个大天使的领地 是不变化的 他们的边境 也是因为他们的 所有的力量 来自于和谐 没错 它是一个和睦 然后他们最高的一个建筑 就是银色尖塔 对 银色尖塔的顶上是水晶穹顶 对 这个水晶穹顶 它会和阿努精霍的余声去共振 共鸣 对 共鸣 算是奏响的是一种最崇高的圣歌 这么说吧 据说人类世界有很多人 在冥思的时候听到的那种 就是开悟的声音 就很可能就是这个水晶穹顶发生 水晶的声音 对 据说只有在天堂 全境达到完美和谐的时候 天堂穹顶就会孕育出新的天使 但是这个事 多久发生一次 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 反正新天使就是从这里 诞生的 对 就是出兵点 或者说是凡人的生命 对于就是天使诞生 这个事来讲 显得太渺小了 然后说完这个高的地方 我们要说一下这个天堂 天堂高冷的一个地方 天堂外面的大门 我们之前说到了 这个殷普瑞斯 曾经沙江出去的金刚大门 也是由这个无数闪耀金面构成的 就据说烈焰地狱的那些恶魔大军 多次直接打了这个门下 但是这个大门从来 从来都没有损失 丝毫 也就是说在凯恩之书 写救这一刻为止 没有一个敌人 曾经跨过这个门的门槛 因为天使军团最强大的勇士 也在把守着这个大门 且不用说 金普瑞斯 大吼一声就沙江出来 你估计没有人敢敢瞎 向这个门边上凑合 是吧 当然后来 凡事都没有绝对 后来 这个大门 也是遭遇了一系列的变故 对 也是被拆了 对 然后我们会知道的 我们就暂节把 这个离我们最近的大战 就先不说了 我们来说说 这个非常非常关键的 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要说说人类了 之前我们把这个恶魔和天使的 这个两个派系都接受清楚了 没错 但是有一点其实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说 他们两边都和宇宙的诞生有关系 但是人呢 但是人呢 人呢 对啊 就是被夹在这个夹缝中间 人呢 其实是两边都想利用和激发他们力量的这样一个特别 在这个二元论的世界里 二元论的这个设定里 人是怎么来的呢 对对对 就很微妙 因为如果他是一个继承自这个亚伯拉罕神系的这样一个创作法 那当然就是上帝造人了 对 但实际上在暗黑的世界中 人不是那么来的 对 我们来讲讲这个人 还有包括我们刚才说 反复说的这个世界之时的这个事情 包括永恒之战的终结 我们游戏这个大舞台就是经常 庇护之地 庇护之地 对 是怎么来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之前说的什么勇气正义之天使 我们这次要讲一位 我们可以称之为叛逆天使 对 这也是非常有个性的天使 这叫做伊纳瑞斯 这个他 据说这个在这个人类世界的一些散意的古卷中 就说了这么一件事情 在天使议会啊 有一个顾问 这个顾问呢 就是这个伊纳瑞斯 他是大天使泰瑞尔的这个 为其效力的一位 这个也是一位战士 而且他是和其他天使不太一样的 是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盔甲的造型是特殊的 说明他真的是可能是可以打造出这样一个 就是表现他内心的不同 非常有趣的是就经历了漫长的征战 他也是这个能征善战 跟着泰瑞尔一度征战的情况下 作为正义天使的追随者 他觉得这种永恒之战 毫无正义可言 一天到晚打来打去 一天到晚推来推去 对 就是为了推水晶 对 就为了这点荣誉点 什么的 或者是别的什么玩意 然后其实也是厌了 对就是厌了 然后他 而且主要是和他自己所奉行的原则 和他自己所践行的正义是 从不上 于是他决定抽身逃离 这些这种不干了 对 于是他就开始慢慢的 就是追求这种志同道合之士 通过各种方式 看看有没有人 也同样厌倦了这场争斗 然后斗转星 也不知道多久 他就集结起一批 追随自己的天使 就像其他人 团结在大天使周围一样 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 就是伊纳瑞斯这个人 说服了一批恶魔 加入他们 就是恶魔也有实在不想打 对 都一样 对 你看恶魔这边打完之后 讲道理 对 对 讲道理 你看你们打完的火星这边 你们那些主子 一个个的 有些奇怪的志趣 还在折磨里面 是吧 有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 在这个变解者当中 就是恶 双方的变解者中 有一位非常非常突出 就是伊纳瑞斯 有一次孤身奋战的时候 就受了重伤 然后孤身倒在 护盾要塞的一处 一处这个港哨处 这个时候 可能天使的部队 无法救援他 可能这个 他就自己躺那了 绝境之中 然后就邂逅了 一位女性的恶魔 叫莉莉斯 莉莉斯之前有说了 莉莉斯是 莫菲斯托的女儿 莫菲斯托是 憎恨之主 憎恨之王 天天连自己女儿都恨 丽莉斯也是受不了 那是心中早就有 青春期少女 那肯定 早有谋反之心 有点叛逆之心 就时候未到 这个时候 他看到了 伊纳瑞斯 对 在游戏里 可以有 甚至有相关的文档 会讲解 可以掠读 可以讲解这些事 其实总结出来 就是醉酒男子 醉卧会所门口 正欲青春少女 简石终成眷属 别吧 别吧 这个前阵实在太长了 太长了 我想说一下 就是细节可能不多吧 但是很可能在 可能双方也都知道 这个天使中 有一位厌倦战斗的人 正好是一拍即合 对 然后莉莉斯发现 就是这个人 就是这个天使 然后说这个 这个时候发生了 可以说宇宙大爆炸以来 也谁知道过了几千亿年 未曾发生的离奇之事 就发生了 对 破天荒头一遭 就双方各有一个人 放下自己的成见 而且结成了同盟 对 真正意义上的 贴水与恶魔之间 对 就从来没有过 秘密的这个 勾搭上 勾搭 秘密结社 对对对 如果用中国传统小说的写法 就是干柴烈火 对 因为事实上是 这个伊纳瑞斯和莉莉斯 也是一见钟情 坠入爱河 对 天水恶魔 这个 小伙儿挺顺的 是吧 大姑娘也不像杜瑞尔 是吧 长成杜瑞尔 那玩了 结果 你见过雇佣的姑娘吗 别 那就是水行物 是 接不上了 就是 说回来 这场感情 伟大的爱情 改变了整个战争的进程 就 说实话 就是改变了everything 他改变了 改变了一切 对 他改变了互动要塞 这个时候 伊纳瑞斯和莉莉斯 就是海市山盟 就决定我们俩就私奔 对 走吧 还是走前要干一条大的 一定要从永恒之战中逃走 但是呢 那去哪了 是不是 对 天下之大 就是整个世界 就是匹伴 然后互相打了一个地儿 因为在这个宇宙 没有容身之处 没错 然后说怎么办呢 就想 我们就来一条大 对 反正我们是各自都有各自的弟兄 我们召集起来 使一个障眼法 然后直接就摸进了混沌腰带的一个戒备森严的密室 然后他看到了这个世界知识就放下来 就是趁那个服务器维护的时候 就偷水晶 对 就完修战的时候 两边人摸了进去 历史上是怎么讲呢 就是说 据说伊纳瑞斯和他的这个新的同胞 有天使有恶魔 就篡改了世界知识的频率 然后把他这个把这个引擎啊 开了一个新的新的维度 然后也就 推到一个平行世界里 没错 就在天使恶魔还在那打了 你来我回的时候呢 他就马上用这个世界知识的力量 不但把它隐藏起来 而且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 新的维度 然后打造出了一片新的乐园 也就是远离战火的这个避难之地 他们称之为避护之地 对 其实就是一个我们的避风港 就是说避难所 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快快活泽的 开开心心 开开心心过日子 或者说在这个地方 它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 正义与邪恶的归属之地 具体这个伊纳瑞斯做了什么呢 其实没有人知道 但是反正结果就是 混沌要塞里这块石头没了 没了 是鹰房里没水鹰了 对 所以你想想啊 这个高阶天堂和烈安地狱双方 新的一批这个到达战场 还有30秒到达战场 对 然后一到发现 哎 怎么没了呢 没了 场面其实还有点滑稽 非常尴尬 对 十分尴尬 所以说大家 就像上期我们说过 他们肯定先吵在这 说你们良尚君子 说好了打赢了再拿了 是吧 谁先他们动了手 对 是你干的 是你干的 明明是你干的 你就是狡辩 然后就打 骂完之后打 打之后再骂 鹰姆瑞斯皮都肺都气炸了 这样 对对 估计这个魔王也十分的尴尬 觉得自己 妈妈自己 这没干这事 谁替我先干了 对对对 怎么我这也没想到 没想到这么缺德呢 是呢 怎么这样 总之就是说 双方取得共识之后 应该是很长一段时间 反正打了很长时间 双方都没搞清楚 发生什么事 而在这一段 这段时间里 那个伊纳瑞斯 判定天使伊纳瑞斯 和他的这些新的同袍 来到了庇护之地 开始创世 比如说伊纳瑞斯 这个 造了一座山 叫做亚瑞特山 其实我觉得这个设定 特别的精妙 对了 就是因为在之前的背景里面呢 就是也提到过 就是说 大家可以想一下 之前的那么多的 长时间的永恒之战 那么天使恶魔 总是有胜有盈 对对吧 那么总会 大家会拿到这块水晶 那么其实是天使用这个水晶 用这个世界知识 创造过很多 纯秩序 非常和谐的世界 而恶魔也建立过 非常纯至暗的这种世界 但是 这些世界有一个天生的缺陷 它们不能存在很久 对 瞬间就崩溃了 因为它是脱离于这个世界的常理之外 因为它 没有 因为它是二元论的世界 它只有一方的话 它这个世界是不能平衡的 没错 但是庇护之地完全不一样 因为庇护之地 是天使与恶魔合力创建的世界 因为它是光与暗合力的平衡的 所以它描绘的特别的漂亮 就是说一个 从 其实世界知识就是一个核心 然后从它这里开始生出了一座山脉 然后开始生成一个巨大的一个世界 就是伊纳瑞斯用亚瑞特山 这就是笼罩了亚瑞特山 笼罩了整个世界知识 而且这座山就是毫无疑问是圣山 围绕着圣山 世界最高的一个地方 一个世界成形 而这个世界就是人类生活的世界 接下来我们要说说之后发生事了 因为人类马上就要登场了 我们先说一下 天使与恶魔两批人都来到了这个世界 之后伊纳瑞斯和利比斯 自免疫的共赴乌山 然后就产下了他们的孩子 炮生龙龙 我想把这段讲了 我们还是讲了和谐一点 虽然我是色列信徒 但是我也不能讲太露骨 反正其他的便捷的天使和便捷的恶魔 也就纷纷效仿 云朝雨暮了 然后小说的也 我想看这段本色 冷静点 凯恩也是这个时候彰显自己的老流氓本色 说了淋了两句诗 说红裙见水 鸳鸯吃 几度云朝雨暮 大卫老师翻译了可以 但是只有上半圈 应该还有 反正 好肮脏的成年人 这段接我去吧 这段接我去 如此这般这些子嗣 怎么说 你看这些人非常有趣 就是一半是光明 一半是腐败是天使与恶魔的结合 所以说天地之间第三种存在 对 这些人后来我们就会称之为奈飞天 这个特别符合 就特别有意思 就是这个特别符合 他们的母亲的这个名字 没错 因为利利斯这个名字在 就是说也是宋维尔神话里的 他是一种夜魔 那么在后来被犹太人的民族故事 就是吸收了 成为这种一个邪教的 据你说 就是在一些民间故事里 他是亚当的第一个棋子 对 有这种说法 但他是一个很叛逆的一个人 他不愿意服从 所以他也变成了一个女妖 对 然后据说是因为姿势的原因 对 他的一般认为 他的生育率很强 但他的孩子的存活率很低 这可能是由于就是说 当时的医疗条件 就是人生孩子 是对女性来说是很危险的 对 腰折绿子 就是男产或者大人小孩都死了 特别把这种死亡的 对 大家有这种浪漫的说法 就是说夜晚的怪物会把他带走 就是说这个在以赛亚书里面是有记载 但是现在的一本不翻译为利利斯 而是翻译为夜晚的怪物 夜晚的怪物 不符于是名字 对 他是讲的是 就是说信仰缺失的地方 轻腿了以后会出现 会变成什么样 就是夜行的动物会在这里大窝 利利斯的这个其他的智怪说法 我还听到另外一个 另外一些说法 包括他这个被放逐之后 成为这个万魔之母 一片精神的数量 但下子嗣 然后另外一说这个该隐 被这个被放逐的时候 上帝不允许他吃这个土地 长出来的东西 对 你不能吃他 他杀死弟弟这个种植的东西 于是是这个 行将就木之石 绝路之石 是利利斯蛊惑他 跟他说人不是 人母是地长出来的东西 所以你会吸人血 然后很多人认为亚伯是这个 吸血鬼之主 是从这里来了 也包括 肝隐 肝隐是这个吸血鬼之主 这个说法 就是从这里来了 也包括这段 可能是一种邪教的这种 丑化 就是邪教化的一个过程 包括后来说 这个利利斯与这个 该隐的后代 这男性吸血 然后女性是这个 蛊惑人的夜魔 这样的说法 也有这样一种民间传说 可以说能看到 这个利利斯这个形象 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形象 就是很叛逆 对 而且这个有邪教 邪教符号的一种 是 接下来说 就是说奈飞天出现了 说第一代 第一代奈飞天 被称为这个上古之人 因为他们兼顾 天使与恶魔能力之 能力非凡 在新世界 这个诞生之后 勇于开拓 而且这个渴求知识 对自己的这个 这个世界 充满了好奇 你想他们 不是诞生在战争之中 也诞生在一片 和睦的世界当中 然后心智 也只能说比较 比较好 像说这父母 可能比较磕着人 对 但是估计这个父母 也是解放出来 也是很开明 很好的 就总之思想 也是要站在时代前面 没错 然后我们来说说 第一代上古之人 第一代奈飞天 其中一位 被称为布尔凯索 据说他这个 碧力惊人 体态魁梧 然后英勇不屈 所以在这个 亚瑞特山的野蛮人 对布尔凯索 是这个崇敬有加 事实上 玩家总能玩到的 野蛮人这个职业 就是继承了布尔凯索的 算是继承了力量 包括他的套装 也有布尔凯索的前缀 这是可以说是最初的野蛮人 最初野蛮人 亚瑞特山上的人 传送的神话中会提到 布尔凯索有一位 叫瓦西里的胞弟 或者说 还有人说的瓦西里 是布尔凯索的朋友 这个人据说他寓意不得志 所以一头就扎进旷野 然后学习的是与自然亲近的道理 而这个人 就是最初的德鲁伊 对 就是与自然同交流 天人合一 没错 和布尔凯索 这个蛮地大王完全不太一样 没错 比较低调的一个人 他们住的地方离得特别远 是的 因为布尔凯索的后代 就是住在亚瑞特山和山脚下 就是自视为世界之石的守护者 没错 而且确实他世界之石在那 而瓦西里就是云游四方 走向了平原和自然 最后他是住在东部的大陆的 因为世界之石在西部大陆的西北角 很冷的地方 然后瓦西里最后走到了 就是说他带着他的追随者 就是跑到东部大陆的东北角 潜心研究自然之力 这个地方叫索格伦 就是德鲁伊的领地 没错 其他的奈飞天还有一些 比如说 有位女性的奈飞天叫艾苏 然后他就是最新于 创造世界史元素之力的那种 狂野的力量 然后通过不断的冥想和钻研 就能够驾驭风水火 地风水火 这个自然的力量 元素的力量 对 然后很多个世代之后 艾苏的追随者 可能是沉寂的很长一段时间 又异军突起 他们后来就被称为 凯基斯坦的女巫士 就是二代的女巫 艾苏就是女巫之祖 他们部族叫赞艾苏 就是以这位先祖 先祖奈飞天为名 然后最后说说奈飞天 还有一位 就是叫拉斯马 这位奈飞天 是一个离寻所居的隐士 然后他想去误 这个世界最隐秘的奥秘 于是他就去研究 生死循环的秘法 然后他就是自己 离寻所居到什么程度 就住在地下 然后把自己误的东西 就讲给那些 就是想学这个秘法 就要排除万拿 找到他 这些人找得来的 我就去给讲这些 超脱生死的秘术 所以拉斯马 就是死灵法师的祖师 我觉得好像 而且最有意思的是 他的背景很不一般 因为拉斯马是 第一个奈飞天 他就是伊纳瑞斯 和利益斯的儿子 而且在就小说内容来看 至少的安赫艾首 他应该还在 他还在这个世界的某地 因为参透生死了 大家把它描述为一条大蛇 其实他就是一个 可能就普通的人 他的理念是 死亡 其实是一个大循环理的 其实死亡和生命 就是光与暗的平衡 并不是一个很可怕 很血腥的这么一个 没错 就是非常客观的 但是科学唯物主义 还真是 其实还有一个 奈飞天 他是一个特别 也是特别有个性的 一个人叫 飞罗斯 这个人 他特别在于 他的恋人是天使 明明是 也是一个变解者 并不是和他自己 这一辈的人谈恋 而是和自己上一辈 上一辈 好吧 延下宫 那个天使叫雷坎德 那么在之后发生了很多事件 就是说 变解者 当他们在庇护之地 没有立足之地的时候 雷坎德就只好逃回到高界天堂 就把这些事隐瞒了 那个时候高界天堂还不知道 就可能就觉得他出去 但是有一个失恋的天使回来了 但他们之间的联系没有断 因为飞罗斯手里有一个神奇的宝物 叫盲目之眼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手机 他们能通过这个东西来联系 虽然你在另一个平行世界 我可以跟你红眼传书 但是最后 只包不住火 对 高界天堂发现 你在用这个东西联络 某个机关的论导 他最后只好说 我们以后不能再联络 把这个东西封印了 还是漏的 没有漏 但是天人 但是我就已经不能再用这个东西再聊 不能再联络 然后斐罗斯他很失望 他就是他继续在世界上寻找真爱 他最后碰到了一个已经失去力量的南斐天 就是一个普通人 这个人叫 这个女性叫埃斯卡拉 他们两个结合 然后生下了两个女儿 是双胞胎 然后这两个女儿听说了这个故事 就是说我们要找这个盲目之眼 说他们的父亲把这个神器藏起来 但他们还是找到了 就是这个地方叫斯科沃斯 他们在一个叫斯科沃斯的岛上面找到了这个神器 但他们没有用它来和天堂联系 但他们突然发现这个神器很有意思的是 你猜它的表面 你仔细看能看到未来 就是它是一个有预言功能的一个神器 那么这两个人就在这边的四个岛 四个岛 他们把用这些跟他们有关的人物的名字 把它命名了 叫斯科沃斯寻岛 他们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文明 就是说这个文明是完全是女性主导的 主导的 女性担任高阶的祭司 它是主性制的 女性担任高阶祭司 早年的母亲社会这样 男性只能做低层工作 或者是普通的平民 不能进入高等的社会体系 这些臭男人 然后因为他们的母亲是艾斯卡拉 所以这个文明叫艾斯卡里 这个姐妹里有一个是非常强壮 恐无有力的 那么他的后代就是亚马逊战士 明白了 还有一个人相对于来说他比较睿智 他的后代是神域者 所以这个社会 它是由神域者 就是预言者阶层 文化人和武士 亚马逊战士 共同统治 就是每一个种姓 同时都有一个女王 双王制的 对 一主内一主 神奇 这种家庭结构还是很先进的 没错 我们在二代里头用的亚马逊女战士 就是从这个岛来的 而且很有意思的 就是奈飞天这个设定 其实他就是特别直接的借用了一个 就是宗教概念 犹太人的 也是民俗故事 但是不算是他的那个正统宗教概念里的一个名词 因为我们国内翻叫奈飞天 就他原文奈法里姆 奈飞里姆 这个词在原意是伟人 你可以把它看作是很伟大的 也可以把它看作是非常巨大的 巨大的巨人 那么在圣经有一个犹太的故事集等于是 犹太人的故事集 他没有被收入圣经 他叫以诺书 这个里面记载 就是说亚当夏娃被赶出乐园 我们都知道 赶出乐园以后发生了什么事 那么他们两个在地面上繁衍 那么在这个故事里 就是说上帝还是比较眷顾人 那么他就派了200个天使来 到人类居住的地方来看着你们 就是说我看着你们 我们是守望者 就是守护天使 就是守望者 就是说 但是这些天使最后不守本分 因为当时人类是很单纯的 很可爱很单纯 没错 虽然是已经被逐出乐园了 但还没有说像后来那么邪恶 对 那这个天使 很要命的是这些天使很好色 尤其是他们的头头 他们的头头叫阿萨谢尔 在那个阿萨谢尔 在那个动画片里 没错 阿萨谢尔 他在圣经里也有 叫阿萨谢勒 这个人他第一个开仙盒 他娶了他跟人类的女性交往 那么他们还生了孩子 其他的人也纷纷笑法 就非常像伊纳利斯 是 那么他们的孩子就是巨人 记载说身高三千多丈 特别高 然后非常好战 然后食量又很大 就是消耗一些资源 然后就是乱来 然后最要命是这些天使 这些天使他把很多知识 就不该传授给人的知识 传授给人 比如他们把化妆的技术 传授给女性 然后把制造冶炼 制造铠甲和武器的技术 传给男性 那么就有 根据这本书 就说战你的兵 就是内乱 人之间的这种猜忌 直接的武装的斗争 就是从这里来的 最后就是说出事了 对 出事了 包不住了 只包不住火 四大天使过来看了一下 干嘛呢 你们干嘛呢 然后上去上报 上报 然后上去下了一场洪水 这事又彻底斗不留 在这个书里 洪水是这么来的 对 把他们 就是这些鞋 除了方舟里的八个人以外 把这些人全部都消灭了 所以这个奈飞天是来自于这个概念 对 但是在圣经里其实也有记载 就是说 故事没有那么完整 就是说神之子与 与普通的人 交往去了 人类女性 但这里神之子可能就是指 就是说一神教信仰的人 和多神教信仰的女性 他讲的是这个事情 可能是这个事情 他没有明说 这个是在这个创世纪的六章里 他可以看到 那么其实最有意思的就是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X大案 X大案的第五季的第七集 讲的就是内法林姆的故事 是吗 讲的是一个治天使 那么他在人间留了几个孩子 这些孩子都是畸形 然后最后是他终于回来 要把这个孩子的灵魂收走 然后就是探员们以为出现了一个 屠杀儿童的变态杀人狂 结果发现一直在协助他们那个人 其实是魔鬼 魔鬼也要这些奈法林姆的灵魂 对 就这么一个斗争故事 这个故事叫All Souls 所有的灵魂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这个是很 我觉得暴雪很有意思 他特别能够抓住这种 大家都知道的这个点 大家就是一听就明白你要说什么 你很熟悉这个故事 因为包括安恨血统中 也使用了奈法林姆这个概念 还称这几位天启四季士 他们就是奈法林姆 也有对这个元素的借用 然后讲这么多 我们说回来 说回来就是说 在庇护之地上第一代奈飞天 第一代上古的伟人 就是求之若渴 每个都生的非常强大 他们的双亲 这些天使有恶魔 有点出乎他们意料 就没想到自己的孩子 出息到如此 万万没想到 万万没想到 便捷的天使和恶魔 就发现 这些人 这些孩子太强大了 然后这些便捷者们 就有点忧虑 就是怕比如说 这些孩子以后成了大事 怎么办呢 对 有没有可能引起高阶天堂 和烈安地狱的主意 好日子不就倒头了吗 对 然后因为你仔细想想 无论是对于天使议会 还是七大魔头 这都是叛徒 对 叛徒真的是 尤其是天使有种的私通 逆天大罪 就总之从头到尾 没有一处好的 对 你小子出息了 是 捅了楼子 还得你父母单着 那么开心 这个时候就是便捷者们 就开始出现分歧了 就有的人就觉得 这些孩子还是掐死了 对 他还开了个家长会 对 开了一下 另外一些人觉得 毕竟是我们的孩子 给了一条生路 对 然后伊纳瑞斯 就忧心忡忡 但是他毕竟是个领头的 就压着我这件事 说大家冷静一下好不好 暂时放下 争执 让孩子们先长一长 我们也想想 对 想想办法 后来凯恩之书 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 他被称了大清洗 对 最后是没想到 真的还是出事了 就是他后来发现 他发现自己的孩子 一定会 反正也不知道自己怎么 就陷到里面 这个想法里 他觉得自己的孩子 一定会面临木叶顶之灾 有可能被他的 生出他们的父母 这一辈所消灭 彻底抛弃了 于是奈飞天的第一位母亲 就是莉莉斯 直接就陷入了疯狂 对 然后他就唤起 自己这种恶魔的能量 然后变成了这种 非常恐怖的样子 终于显然行了 对 尖牙利爪 然后掏出这种 就是有封刺和长刀一样的武器 就开始猎杀自己的便捷者同胞 跟他同辈的人 就是便捷天使和其他的恶魔 可能是为了保全自己的海 因为他其实对 他其实思想深处 他对这些自己的孩子 他还另有用处 对 就非常联系 在这个时候看 于是他就把 伊纳瑞斯的所有追逐者 全杀了 对 就留下伊纳瑞斯一个人 面对这场大逃杀 哎呦 大逃杀 他这个解决方法 倒是挺清晰的 对 然后伊纳瑞斯一回来 看这一臂的惨状 然后发现同胞 就是自己的同袍 一起 这个启示的一帮人 是吧 生死于共的弟兄们 全都死了 而且是自己的这个爱人 做出这件事情 就伊纳瑞斯就是 勃然大 这个时候 那个雷坎都逃了 对 就是我们刚才说 雷坎都这个时候逃了 其他人都被 是的 都被杀死了 伊纳瑞斯就是 这种愤怒 又不能 又不忍心杀死自己的妻子 一日夫妻百人 是啊 然后于是就决定 把他逐出这个庇护之地 于是后来呢 伊纳瑞斯看到这件事情之后 就觉得自己 真的要动手保护他们了 就是为孩子们好的 这种 对 于是他重新去调和世界之识 削弱了奈飞天的力量 因为从现在来看 奈飞天的力量 应该是跟这个世界 是有关系的 然后他通过这个世界之识 调整我们的生命的 韵律和世界之识 是相关的 是的 他调整之后 奈飞天的力量 逐渐就开始丧失了 然后他呢 也消失了 很多人传说 就是伊纳瑞斯 根本没有离开 只是变成了更像 自己孩子人类的样子 然后隐形埋名的生活 观察 观察 潜藏在对手当中 实际上是这样 奈飞天一代一代的传承 奈飞天之力 越来越弱化 对 然后普通的人 才真正意义上的出现 这就是我们后来 在暗黑中 看到的那些 每一位 普普通通平平滑滑滑的人们 就是这样 我们都是奈飞天的后代 大家根本不知道 自己的祖先 曾经如此辉煌 对 如此强大 自己如此特殊 这就是 很难了 非常难 对 我们今天 对 讲到这里呢 就我们讲到了奈飞天登场 也是人类的登场 对 差不多就 就是这些 对 这个就是在 信使之前的 没错 神话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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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神话前的时代的 对 对 我们讲就是说 这块来说 天使 那么恶魔和人类 其实我们在里面 扮演玩家所扮演的人类的角色 在面对天使恶魔的时候 感情都是很复杂的 即使你是把恶魔 当成一个敌人的状态来对待 你也要看到 就是说人类本身的变化和发展 一半是天使 一半是恶 对 和他们的推动是密不合分的 没错 就是包括大家可以 我提醒一下大家回头 想想我们讲 天使仪会的时候的一些争执 对 就是你暗藏在这些表象下的这样一些细微的端倪 比如说泰瑞尔 终于发现庇护之地存在的时候 他想到的正义是保护这些 保护庇护之地的 对对对 而英普瑞斯想到的就是 搞死你们 这是背叛 对 所以直接由于世界知识消失 导致英普瑞斯和马瑟耶尔变成没头脑和不高兴 没错 对对对 所以说这件事情是一件大事 而这件事情也让埋下了一个种子 就是说玩家所能控制这些人物 他们内在所蕴含的那种改变世界的完全不平凡的力量 对 而且伊瑟哥尔他打开命运箱之后发现 看不着了 上面没有写 对没说命运之士没了 没说世界之士没了 什么鬼 对对 所以说可以看到这个平凡的事 他看不见人 就怪不得抑郁 他看不到人类的命运 人类的命运并没有写在这个绝固上 掌握在人类自己手中 对对 所以其实在这个设定里最好玩的一点就是 最后就是你长久不见的大神 阿努又冒出来了 可能 据一些文献记载游戏里的 就是说阿努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消失 他可能是进入到一个真正的一个和谐的 更高层次的一个境地 一个存在中去 至于人类的命运如何 只有阿努知道 他可能还暗示人死 人的生命的覆灭 会前去那个更完美的地方 反倒是天使与恶魔 他们没有办法逃脱 他只能被智库在这里 所以非常有趣的是 我觉得暗黑的故事 基调极其的鲜明 对鲜明 极其的沉重 黑暗的情况下 蕴含着那种极其有力的自信和光明 对 特别有希望 充满了希望 就是说作为人类的 这种不平凡的出身 和到最终归于平凡 又要返回到传奇的这样一个过程 对 其实天使和恶魔 就不管是便捷者 还是在高级天堂和烈焰地狱的 他们其实对人类的感情是非常嫉妒的 对的 他有一种隐约的这种嫉妒 就不平衡 没错 凭什么 是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来说 就是智善的与智恶的 这两方 天与地之间 最有可能性的 最顶天立地的 是人 对 人类站在这个世界上 然后我们暗黑破碍神的故事 才正式 正式的要拉开序幕 没错 好 记得敬请大家期待下一期 大家喜欢的 也可以购买一下凯恩之书 看一些更多的细节 节目播放的时候 有没有上市 我们尽量努力 应该能力 尽量努力 好嘞 那感谢各位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好 拜拜 谢谢大家 再见